咦,日本的街道大部分都很干净 偶尔能看到地上的垃圾 街头基本没有垃圾桶 找个垃圾桶好似在沙漠里找一条鱼 强烈建议在日本出行带个随身垃圾袋 不然垃圾捏在手上几小时是很常见的事 二,日本便利店很多 三明治不给加热 只能量着吃米饭面条那种可以给加热 餐厅就餐 服务员端上的水都是冰水 想喝杯热水很难 三,进屋拖鞋这一行为是他们下意识的生活习惯 不管是参观寺庙 去别人家做客 甚至进宾馆房间都会拖鞋入室 四,厕所干净 所有公共区域的马桶都特别干净 能冲洗还带加热 所有公厕里被有随意取用双厕纸架的卫生纸 厕纸单层很薄 是水溶性的 能直接丢进马桶不担心堵塞 五,英语几乎用不到 因为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英文好的优势是能看得懂指示牌和地图 沟通主要依靠翻译软件和笔手画脚 六,日本有很多汉字 并且都是亚洲人 外形看起来也差不多 很多街道上拉满了电线 他们也有电子支付 但很地方还是要用纸币 像乡下吃饭 买门票等等 电子支付跟国内相比 差不多只能覆盖五成的支付场景 而且有相当多且不统一的支付方式 七,酒店再小都有浴缸 有的酒店不是每一天都给打扫房间 我们在京都住的酒店是垃圾放门口会给收走 然后把新的毛巾洗漱用品挂门口 直到在指定日期 他们再来打扫房间 八,地铁没有安检 直接刷卡就可以进 进站出站可能都是共用同一个闸机口 地铁口不大 一不小心就路过错过了 一般有直梯 很少有扶梯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双腿 九,在日本叫服务员时 不要大声呼唤 而是要把手臂向上伸 手掌朝下并摆动手指 他们就明白了 十,日本和很多亚洲国家一样 没有给小费的习惯 因为许多酒店、餐厅的账单中 已加上了10%到15%的服务费 十一,在街头上经常能见到残障人士 起初我以为残障人士占比高 后来才知道是无障碍设施完善 忙到普及度高 没有破损或占用 很多路口会播放模拟鸟鸟鸣的声音 提醒盲人是绿灯还是红灯 盲文随处可见 包括电梯按钮 车站内地图 票价表 公共厕所按钮 以及很多商品上都印有盲文 十二,日本基本生活费应该不低 毕竟坐公交起步价都是230日元 折合人民币11块多 餐食比起国内也不便宜 即使普通拉面馆一碗面 也要八九百日元 十三,日本人的打招呼 基本上是以鞠躬来表示 站着的时候 双脚合拢,直立,弯腰低头 根据礼节轻重程度的不同 低头的角度是各种各样的 在铺着踏踏米的房间里 必须坐着行李 十四,日本人的夜生活非常丰富 很多人通常熬夜至一两点才入睡 早上六七点就起床 深夜可以发现灯火通明的自习室 和运营到凌晨的电车 白天也不难发现电车上睡觉打盹的人 十五,日本的旅游资源并不算发达 但开发的很到位且在好好维护 比如湘根县 连仓县通过各种交通工具 把一个个小景点串起来 每个景点打造自己的小特色 十六,不论男女出门都喜欢背比较大的包 算是偏小的包也塞得鼓鼓的 和我出门手机要是直接塞裤兜里 形成鲜明对比 十七,日本人的服务态度确实值得称赞 车站问路的时候 工作人员经常直接就带你过去了 商店售货员都站得比比值 微笑接待顾客 体态面部管理堪比思宜 十八,公共场所很安静 特别是商场地铁上 不会有人大声喧哗 明明是一地铁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公共场合接电话的大妈也是和声细语 小孩也不会哭闹和大叫 所以我很好奇 他们怎么控制小孩不哭闹的 十九,有秩序 人再多的车站也是有序的 不会一窝蜂地涌上去 大家都是暗指秩序走 没有人闯红灯 等待都会排队 公共场所没有人随便吸烟 二十,与其说日本人有礼貌 不如说日本人与人之间有界限感 每个人的边界感都很强 各自守好自己的边线 出门在外不影响他人 二十一,无论是东京还是大阪 丰田阿尔法很多 除此之外 小轿车主流是日本三大国产品牌 路上奔驰比宝马多很多 没见过奥迪和国产车 二十二,一般的轨道交通有四种速度 从慢到快依次市 普通,快速,急行,特急 特殊的速度还有新干线 相当于高铁 二十三,交通费很贵 地铁动辄十多块 打车的话动辄八九十块 新干线从大阪到东京五百公里 就要七百多,还很晃 除了座位大些外 不如国内高铁 二十四,在上下班高峰时的日本车站 能看到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 从事被称为推手职业的人 他们的工作就是将乘客塞进拥挤的电车中 确认没有人被车门夹到 二十五,一般有什么事会寄邮件 邮件上有电话 很多时候想打电话咨询因为语言不通 会变得特别的困难 有想咨询的事情又咨询不了 确实是非常不方便 二十六,现代与传统交织 首次踏入东京 会被新宿 色谷的霓虹灯吸引 人流如之 车水马龙 但转角进入一条小巷 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小酒馆 日式茶室 甚至只有一两个座位的拉面店 二十七,里让行人坐得好 就算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司机也会让行人先过 很耐心地等待行人过完再过 二十八,上车不关车门 大多数的出租车都是自动门 门的开关都是司机去控制 所以他们一般上车后就不管了 交给司机根据实际情况去开关门 二十九,日本很多事物都让我感觉到精致二字 精致的庭院,精致的餐食,精致的建筑等等 可能跟小国有关 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那就做到最精细 我们好想做到最新的第一个 我